字幕網絲 那這邊也有很多種模式 360度的都可以 哇好爽喔 很爽 好吧 大家早 我是滾爸 今天家裡買了一個新的循環扇 那之前的時候 我們家裡睡覺的時候 會用那個dyson清淨機 因為太熱了 所以我們現在又換那個小米的 那小米他畢竟他也是一般的那種智慧型的風扇 但他不是屬於循環扇 那我們搭配冷氣的話 基本上還是很多數據跟很多報導說 循環扇是最好趕快達到最最快的時間達到 他能夠房間能夠涼快的一個風扇 那我們今天來拆看看 這次我買的是 這個品牌 那在燦坤買剛好有他有在特價 那我們試看看他 我們把它打開開箱看看裡面會長什麼樣子喔 小米的電風那個智慧型的電風扇 差別是比較小一點 感覺就小很多 差別在這兩個不一樣 我看要看重點是要搭配著電風扇的時候 他好不好使用他這一次 這個是這個360度的循環風扇 他有附上 說明書 跟那個遙控器 遙控器可以一起使用 現在很多電風扇都有遙控器喔 我覺得還蠻方便的 那我們現在就是要來 接上電 試看看 他跟一般的風扇到底差別在那邊 差在哪裡 那我等一下會請滾哥 一起來感受一下 有電風扇跟沒有電風扇差別的在哪裡 和循環扇 那我們就來 感受一下他嗎 好我們現在請滾哥滾妹來 來試看看這兩個風扇差別在哪裡 在我右手邊這是小米的電風扇 我已經把它開到最強了 那我們平常在睡覺的時候 會用這種方式 但是他的缺點就是因為他是對著人 那冷氣這樣開過去 其實人的呼吸跟鼻子會很容易咳嗽 沒辦法 頭籠會容易乾乾 我沒有那種感覺 那是因為你還沒有感受到 如果你真的感受到你就會不舒服 就容易感冒 那我們現在 那這個 如果沒有吹到就會怎麼樣 會很熱對不對 他要等他繞過來 一般電風扇都是吹到才會舒服 但是如果說 如果有吹到頭 或是 鼻子的話就會比較不舒服 容易感冒 那我們現在換成 循環扇 看感覺怎麼樣 好我們現在把循環扇接上電源 哇好期待喔 來期待看看 他叫Kiki 好 Kiki Kiki嗎 這個看起來風速這真的比較強喔 但是我們現在就是要讓他 風速他可以變強 然後 他變很大聲 真的比較涼 然後因為他 360度是這樣子 接過你的小心你的頭 360度 他會旋轉 你看他會旋轉 真的耶 然後他會轉的時候 他不會再固定同一個方向 哇 然後重點是他是 因為他的風速可以得到很強 你看爸爸 跟三種風速 你看你看他就照上面 你看他跟一般的電風扇不一樣喔 他照他脖子照 我都爸爸不起來了 他會照上面 你看很特別 有沒有 你看他又回來了 好特殊 很特別喔 他是往上轉的喔 這叫循環扇 循環扇就可以馬上讓我們裡面的空氣啊 不會悶悶的 而且 讓電風扇跟冷氣結合在一起 這MM是那個模式 看到這個是他有分很多模式 這玩睡覺模式 然後這是風扇模式 這應該 我要睡覺模式 這個我就不知道 應該是那個空氣的模式 就是空氣濾清的模式 他最高就3嗎 對最高就3 我們現在用睡覺的模式 晚上睡覺模式 那我要先睡覺 他很特別耶 你看他就是這樣子 這樣吹 跟剛剛我們電風扇直接吹頭吹腳 感覺應該會不太一樣喔 這是我們第一次買的那個循環扇 我們試看看 我覺得感覺上還不錯 他是 他有冷暖氣耶 循環耶 像他這邊寫冷暖氣啊 這我還沒試過 對我相信這個重點是 因為冬天的時候 冬天我們自己有暖暖氣的那種裝置 但是夏天的話是真的很熱 那為了要省錢啊 爸爸就想說買這個循環扇 我們可以短時間內可以達到那個 趕快降溫的效果 分享給大家喔 這是我們第一次買的循環扇 你們覺得開始有覺得涼涼嗎 有 有喔 我要關掉 好等一下等一下 等一下你要怎麼吹都可以喔 怎麼吹都可以 他說換氣 好爽喔 他這邊也有很多種模式 有360度的都可以 好爽喔 很爽 好吧 那我們跟大家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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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